念頭是我是否不應該在這裏 我曾經試過走出門口跨過欄杆 那一刻腦裡突然浮現了我兩個兒子 如果我離開了我兩個兒子怎麼辦 我很擔心 我立刻就回家 抱著兩個兒子哭 為何我這麼壞 洋人都會走到我那裏 我不只說父母離世 好像自己不適合 為何我令朋友疏離 一些很親的都會 不太接受我有這個病 慶幸你選擇和自己說 我要活下去 你令我最驕傲的 是有一個永不言敗的心 就是這個心令你堅持到現在 笑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 為何呢 原來笑癌仔包會很害怕 因為他覺得你笑 一定是很多朋友的 他覺得他被懶惰 他會走的 他走了我們便贏了 還記得有一次 就是在醫院附近的一間餐廳 Theresa分享了他的病況給我 自己都覺得很鼓舞 當時我自己都是剛剛康復了沒多久 要知道其實這個世界 還有親人 和很多社會上的專業人士 都會幫到我們 不需要覺得絕望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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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為勇士 他有一個謙卑的心 他會不斷去學習 用他的經歷去鼓勵 有什麼困難去面對 然後一步一步去跨越 跨越 跨越 梅芳就正正這樣去活躁每一天 我覺得失去的是多 但剩下的原來更多 人生路上雖然崎嶇 但我們要靠自己 我自己肯去走是可以到的 艱難不代表一切 總之我走得到只是慢一點 難其實分開兩邊來說 有一邊是街字的 即是有街景 人生路上人 只剩下ヅ 重要的地方 無憂的osa